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知道了妈妈的不容易 想接此来感谢一下妈妈 信伊林打算做卤肉饭来向妈妈表示感谢 信伊林说 他以前家里比较穷 不舍得吃很丰盛的菜 妈妈怕自己学习营养跟不上 就会做卤肉给他吃 然后装成一小包寄给他 这样在热的时候 随时都能拿出来吃 确定好要做的菜品之后 主持人就跟着信伊林去菜市买食材 转了一圈 买好所有食材之后 当要买米时 信伊林却突然对主持人说 米不用买了 我刚刚紧急请人家送了 原来信伊林在节目之前 就给家里说好了要米 直接米从台湾花莲空运到上海 这米来回的机票都要花几千块了 为了煮一顿饭 竟然需要花费几千块钱 对于普通人来说 真是想都不敢想 两位主持人听后也表示很震惊 说道 这个米也太贵了吧 好几千块钱的路费 但是谢伊林却觉得 这顿饭包含了他对妈妈的爱 不是金钱空运衡量的 几千块钱那都是小问题 当看到家里送过来的大米的时候 到一顿饭了 我们已经用力了 非常好 我们需要开心